自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岸,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這個就是龍志民的家 你看看,那是甚麼屋子 雜物都不行 大陸的村屋都是這樣的 那倒不是的,不過八幾年的時候 你叫做有娃姐頭,他們建的那些豬 比較漂亮的屋子,告訴你 因為我家是在順德的 我們以前的屋子比較好一點 以前的年代,現在都是草殘的 就用青磚建的 沒錢就用紅磚,青磚是比較短的 再沒錢就用泥,不是那些鷹泥 用隨便的泥搭著它就建的 頂上用雅和趕草,甚麼都有 那龍志民的屋其實就不是很大 你看到裡面 其實隔一間村都差不多 進去的時候就發現了一個女人 這個是誰呢? 這個原來是龍志民的老婆 好像叫做艷淑霞,叫做霞姐 霞姐本身是癱瘓的 她本身是癱瘓的 行為有點古怪的 然後問她的事,然後霞姐就說 我家裡沒有人的 然後隔了一會兒,她就說 不是啊,有一次我家裡來了幾個人 我晚上睡在一個坑裡 聽到外面有些動靜 但第二天我又見不到人 我又不知道 然後隔了一會兒,又說 沒有啊,我洗衣服 我洗衣服,那些水突然紅紅色的 真是九五打八 簡單一點,我們廣東話說 九五打八,你說甚麼 我講了一段時間後 原來她就是這樣 原來霞姐就是九五打八 完全是九五打八 她說不對勁 我們只有兩個人,也免得搜 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回到警局 爭派人搜 去到一點多的時候 拍出所那裏就說 這次不好了 就拿了一部吉寶車 就載了幾個人 就回到村裡 去抓一些人問話 就順便找到她的房子 當時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個村子不是住很多人 這村子只不過是八百多名人口 還有龍志民的房子 其實是在公路南邊的 其中一塊地上 離開的公路其實是三十米的 我們回到頭來看看 我們看看這張照片 你看到附近不是有一條路嗎 附近左邊有一條路 再直上一條公路 幾十米已經有一條公路 那你又覺得附近又有一些 黏著你的屋子 你殺人、捉人 都不可能的 家庭這麼小 你猜豪窄嗎 你什麼都被人見到 但是他們有一些古怪的感覺 因為這間屋 剛才你也說過 就是窗戶 被一些泥 蜜不透風 差不多是黑漆漆的 他們說不要理會 進去都離開了 都要塗一塗 龍志民其中 旁邊有一棵棚 就丟了一些和趕草 好像途中的和趕草 丟了一些柴草 玻璃瓶 碎布 蓋住了 他們就覺得 哇 這麼髒 農村都弄得這麼髒 那就踢開它 踢開它 越踢得太多 就越來越臭 那個營警 就突然之間 有一種 不安的感覺 因為他們聞到一種 死屍的臭味 死屍的臭味 和普通的臭味 是很不同的 是啊 你也知道農民裡沒有雪櫃 肉拿回來即日吃 還有錢吃肉嗎 哪有錢吃肉 就是家裡有一隻雞 煮了一隻 已經過年過節了 是不是 那又是甚麼 於是 一個就在農民那間正室 正屋看 另一個就拿了和趕草 陷加富貴 就周圍揭 哇 揭一揭 那個人聽到大叫 他說 有材料 有材料 那甚麼事呢 一揭一揭開 原來草下 就蓋住了 兩個屍體 全部攬在一起 一個就是剛才說的 杜長英 但另一條屍體 就不是姓姜的 是 不是剛才姓姜的 是一個16歲的小孩 那條16歲的小孩 跟杜長英 攬在一起 死了一個 和趕草在一邊 是